来看我们的独焦消息是国光客运的一个司机 离职之后状告公司成功的追逃五年的加班费 原来他过去在出车前后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像是保养 洗车 加油 但是每天工时平均少算26分钟 另外在发车班距之间 看似是有空档时间来休息 但是因为常常车站是没有办法停车的 只好为停夺警察 但这些时间也不算工时 法院认为国光客运理亏 判赔一百二十一万元 翻出工作照 林小姐曾在国光客运载客七年 月领六七万似乎不少 但这是月休四天 平均上班十五小时的血汗钱 而且公司还欠她 林小姐在五股保养场上班打卡后 要酒测保养车检查三油五水 坐完才能开往原山站 到站发车时平均花五十三分钟 但公司只算四十六分 从原山开末班车回五股后 必须加油洗车清洁 通常在一小时又五分才能打卡下班 国光客运还是指认她多坐四十六分钟 发车班距也被林小姐控诉 国光客运偷工时 公司认定司机靠站后 在下次发车前都是休息时间 不过以原山站为例 只有两格车位 每家客运都能停 停不到就得在附近停红线 包括原山站在内 共有八个车站 司机必须随时提防警察开单 不能自由活动 只有三个站 才有车位可以让司机休息 林小姐开国光七年 离职后提告 依法只能追逃五年的加班费 法院认为班具待命时间 不算工时并不合理 林小姐在开车前后的准备工作 平均每天少算了二十六分钟 因此判赔一百二十一万 果光客运对此回应 加班费计算方式 有劳资会议通过 不认同一审法官见解 会上诉 记者刘松林无上线 太阳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